監視器畫面中可以看到是女子 在還沒營業的小吃店 用餐區的垃圾桶翻東翻西 接著走到右邊又在找東找西 最後直接抱著一個垃圾桶 離開現場 而且移動過程中 手還是不斷往垃圾桶內翻 這間小吃店老闆 發現垃圾桶突然不見 原本以為是被風吹走 直到看到監視器 才發現原來是被這位女子偷走 先帶您聽一段訪問 我還張貼告訴她 提醒她說 垃圾桶杯偷店家不想報警 23號把女子照片張貼在飲料區前 想要提醒她 店家都已經看到了 不知女子是沒看到 還是妝沒看到 昨天再度上門行切 事發在花蓮一家 晚上才營業的小吃店 這回女子上門 偷了是放在飲料腳缸架上的 旅杯偷的東西太奇怪 讓店家苦笑不得